好 上面是我们activity的数据的传递 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基本数据类型都是没有问题 通过POOT的方法就可以搞定 那对了一个 如果说我想传递的东西非常多 就是说什么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东西非常多 那我就一个一个往里面放 是不是就POOT里面是不是特别麻烦 有没有说直接传递一个整个对象过去 对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是这种叫什么散的传 对吧 特别多 特别多的话 零散一个一个的往里POOT 对吧 那如果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整个就是传递对象是吧 对 那么传递对象怎么来进行传递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才进行对象的传递 好 那我们这里就要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才像您举的那个例子 像你说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 比如说人的这个这个信息是吧 人的信息 那我们在哪呢 比如说在这个A里边 我们再加一个这个按钮 好吧 好 再来一个按钮 那现在我这个按钮呢 我就不写上面这个信息了 我直接就在这个按钮上面 然后呢 来做这个事情 OK 在这边 我们叫做什么呢 传递对象 传递对象一 传递对象一 那为什么写一呢 就有二是吧 因为有二嘛 所以就写一嘛 然后button 然后这个叫做传递对象 叫obj button obj 好 那我们这边写一个onclick方法 叫做发送这个object click 好吧 click 发送这个对象数据 好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在发送这个对象的时候 在这我们就写一个什么 嗯 我们还有在这写一个方法啊 看着啊 public void 然后是这个v是吧 v过来 好 你发送一个对象的话呢 怎么来发送啊 你看一下 那我就首先是不是需要有一个 有需要有这个对象啊 对 需要有一个对象啊 那我就新建一个新建一个类 是吗 那这个类呢 假如我们叫什么呢 啊 类 我要传一个比如来自猫啊 猫也可以吧 叫cat 啊 我们写一个类 那这个类里边 我们这个猫有 平种 哎呀啊 平种 我们写几个参数啊 比如这个猫还得有名字吧 对对 啊 我们说就取这个猫 有它是有名字的对吧 嗯 ok 有nemo 啊 然后这个猫呢 还有品种 呃 年龄年龄 还有它的这个品种是吧 品种怎么写啊 就是类型呗 好吧 我们就说就叫type 好 就这么 呃 比如说 kyp 就三个参数啊 比如说有这三个参数 我就不封装了啊 这里简单这么写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对象 那么我在这个a这个里边 我要传递这个对象是吗 嗯 传对象 那我就首先要写另一个是吗 我要新建一只猫啊 对不对 对 另一个猫出来 然后里边呢 它是三个参数啊 我们说这个名字的猫叫什么呀 比如说 猫啊 叫皮卡丘 啊 皮卡丘 叫皮卡丘 是吧 哎 怎么说 实际上说皮卡丘 谁只老鼠 是哈哈哈 皮卡 这个哪个丘啊 这是 丘 丘领的丘 啊 丘是吧 丘啊 皮卡丘也是 皮卡丘 OK 好 那么这只猫 你这只皮卡丘 这个今年多大了呀 两岁了啊 今年两岁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皮卡丘 是什么类型的呀 这是什么猫 这是啊 谁说的猫 我挺喜欢一种猫叫 美国银短 有银短是吧 对对对 哎 不错啊 这个猫好像非常不错啊 对对对 叫银短 还有银短 我记得啊 也有银短 是吧 是这个短吗 对 是吧 对对对 就叫银短 哎 非常这个 上次我就看到一只银短 非常漂亮啊 对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对象我们就怎么样 这是我们要要传递的对象是吧 嗯 要传递的对象 我们就已经建好了 对吧 嗯 好 现在我要给他一点击 我就传过去传到b里面去 是吧 对 我要传到b里面去 怎么传呢 首先我还得要有这个intern的 是吧 嗯 intern的 然后呢 另一个这个intern的 跟我们刚才那个写法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 this 然后这边是什么 叫mainactivityb.class 对不对 是 class ok 然后这边就是大activity 把这个intern的放进来 对不对 好 现在我要放的是这里边的这个对象 好 我们看一下intern的里面 put actor里面有没有传对象的呢 我们就找啊找啊 找找有没有传对象的object的有没有 object有没有 暂时还没有 没有 好像没有看到是吧 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个东西 有一个叫pastable 有一个叫什么stelizable stelizable我们知道 这个玩意我们我们见过在哪见过 在我们学IO的时候 这叫序列化的接口是吧 序列化 注意为什么这里要序列化呢 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要序列化对象了 就是这个对象要被用来做什么 做这个呃存入文件的时候 是吧 要写到文件里面去 这种这个对象就要被序列化 实际上序列化接口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对象要在 这个什么 进行传输是吧 要把对象来进行传输 就要实现这个序列化接口 A我们这正好用到的就是要把这个对象进行传输 因为A和B是两个独立的 有可能是两个独立的一个进程 是吧 对 那么两个进程之间传的数据 那就要实际上就是这个要进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网络传输了 虽然说没有网络上面的开销啊 如果是本地的话没有网络上开销 但是他是以网络这种方式来进行传输的 所以你看我们需要有个stelizable 所以他就要求你这个类你这个类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去实现一个叫stelizable这个接口 那表示我这个类就是可虚的画的是吧 然后呢实现完了以后 你看我这边我就可以进行put actor叫什么cat 然后呢里面一个名字就叫做cat就可以进行传递了 传递了 所以你在传递对象的时候 你这里必须你是要实现一个stelizable的方法是吧 然后通过stelizable里边的这个参数 你看啊我们现在用到的是哪个呀 用到的是这个参数里面的用到是这个 看到没有传这个参数啊 stelizable传过去 好start这边完事以后怎么去取这个字呢 你看啊取这个字 那当然了我这边没有写兔氏菌是吧 对不对 没写兔氏菌 我们可以啊 让他给我们生成这个兔氏菌方法 OK OK 好把兔氏菌方法这样写好啊 然后过来 等一下因为我要直接打印就比较方便了啊 我在这边我就直接intel的点 蓋的什么 最这里是是了 lizable 是吧 对 lizable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cat cat 然后得到的是什么呢 所以得到的你就可以把它强制转换为一个cat 然后这边强制转换一下 是吧 嗯 然后我输出吗 这不是输出呗 对 输出完以后我加上一个这个-n 再加上这个cat点是吧 tools菌 我就可以把这个cat给给打印出来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看是不是把这个cat的信息打印出来啊 传递把这个对象是不是可以 可以正常的给他传递过来 好 现在我点传递对象1是吧 对 走 你看 这个nose很正常因为那边没有值是吧 然后这皮卡丘年龄英短传过来了 传过来了 哎 这个就给他给我们这个给传过来了 就正常的就没有问题了 是吧 对 这是传递对象的这个方式 使用stilizable序列化的方式 啊 序列化的方式 哎 但是我们还看到有一种方法对吗 嗯 还看到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 呃 我们把它再转一个按钮过来 看到啊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对象2啊 这个我们叫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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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比较好 2比较好嘛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 2这种 我现在写的这种方法比前面那个要好 所以2好是吧 不是说那个2好啊 OK OK我们叫 send object 2 object吧 好吧 嗯 好 我们复制一下到这边来 注意我们再写一个方法啊 public void是不是 send 这个 object2啊 ok 在这 同样道理 我们现在你看啊 为什么他要比他好呢 我们看到啊 就是说在安卓里面呢 他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对象的序列化 他需要消耗的这个资源 或消耗的这个呃 性能 会更大一些 啊 比较耗适性能 啊 比较耗性能 所以呢 因为他需要序列化 需要通过Io的方式来进行传输嘛 对吧 对 那么使用这个Java里面的这个 这种这种 Io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序列化 啊 所以说呢 他这个性能来说呢 是比较 呃 呃 消耗的性能比较多 要多 所以在安卓里面呢 安卓里面 那么他用 另外一种方式啊 另外一种方式 用自己的这种 呃 写法的方式来进行传输对象 那么性能呢 要比这个普通的这个 就是Legible这种方式去的话 啊 性能要好 所以呢 这也是安卓推荐我们使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在传递对象的时候 是吧 好 那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是猫是吧 那我就来一个狗 是吧 猫跟狗同样一般都是 这个 是好朋友吗 啊 其实不太好 不太好的 猫也有这个姓名跟年龄是吧 这是狗 哈哈 哈哈哈 这是狗 这是狗啊 OK 我都晕了是吧 然后呢狗有什么 品种 也有品 也有品种 是吧 那我们都一样的是吧 对 都一样一样 一样就一样了 这个也有type 是吧 也有type OK 好 刚才我们那个也让他做一个这个生成 是吧 对 也生成一个什么 兔子菌 这个方法 跟他一样 OK 跟他一样好 这是一个洞 好 那他要求我们什么呢 你看我们传递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是 呃 我们来一个这个现在来一个这个 呃 到的吧 来一个到吧 那么另外一个 到是吧 嗯 然后到了点这个这个狗叫什么名来 狗取个名字叫旺旺 哈哈哈 狗叫旺旺是吧 对对 OK 那祝你新年旺旺啊 是吧 新的一年里面旺旺是吧 OK 然后呢 这个狗的年龄叫 哎 不年龄是 啊 一岁啊 一岁不太好 是吧 OK 好 然后这个太 不行啊 嗯 萨摩耶 啊 萨摩耶 萨摩耶是吧 对 OK 哪个萨啊 这个 嗯 萨是吧 草头那个萨 摩是吧 对 萨摩 萨摩 萨摩耶 萨摩 就这个吧 这个 萨摩是吧 对对对 OK 还有什么 耶 耶 耶 是吧 对 哪个字 我 我 OK 萨摩耶 大家都很高兴 耶 大家很高兴啊 OK 好 这是我们 扭出来的一只狗是吧 好 同样的道理 他也需要这么来传吧 也需要这么来传 这边我们复制过来哈 看一下 看一下 这现在我传的是什么 传的是这个 呃 道个对吧 这边也是这个道 也是道个 那你这么传 肯定是有问题的 是吧 对 有问题 你看我们用的是哪个方法呀 你看呢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叫 passable这个方法 这个方式 也是用来做这个序列化的方式 包裹是吧 嗯 pass包裹的意思 就打包的意思 打包意思 所以说这个方法就要求我们什么呢 要求我们这个对象 要求我们这个对象 看到啊 嗯 去实现 这个叫什么 叫 passable 安卓里边的给我们专门用来传递对象的一个passable这个接口 啊 用这个接口 然后实现这个接口 走 所以他有一个方法是要我们去实现 实现他里面的一个方法 走 你看有两方法是吧 一个叫 descriptor 这个content 一个叫right to passable 这个方法 OK 我们给他写上去 啊 实现这两个方法 这个是一个描述内容 所以返回零就行了 啊 这个不用写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传递一个这个包裹pass给你 这是一个标记啊 我们先不用 就是你的目标是吗 哎 我们的目标 然后啊 你这是写right to passable 就是把你要传递的数据写到这个什么 包裹里面器的意思啊 那你就自己来写啊 一般就是dista点是吗 你就rightright这个有没有使证方法啊 有吧有right的使证就是你写的第一个 比如说你先写这个名字 好吧 内把它先写进去 然后在dista再right 再right一个 我们说印的行吗 这不是年龄吗 是吧 然后在dista 在right一个 还是一个字母串是吧 还是字母串 这叫类型是吧 类型 我们就把这个三个数据给按照这种方式 right进去了 写进去了 最好 实现这个passable的时候 我们看啊 实现这个passable的时候 他还有这个 这个passable里边的一个 一个提示啊 给我们 你看啊 我们从这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帮助文档 帮助文档里边 然后我们来看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这个passable 收索一下passable 然后在这个passable里边啊 这是这个passable的一个写法啊 他里面帮助文档里面 他说他是一个passable就是一个包裹的意思的嘛 你实现这个方法呢 你这个类你看他说你这个类啊 要去实现passable里面的一个必须实现一个静态的字段 这个字段名字叫 叫做creator 叫创建的意思是吧 创建器 必须实现必须叫这个名字 必须还是大写的 哈哈 然后这个呢 是实现什么 实现passable里边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接口叫creator 是吧 也就是说他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模板 是吧 已经给你的一个模板叫做这个这么来写 啊 这个方式这么来写就这一段啊 到哪到这我看一下啊 到这是不是 你直接写上这个creator 所以这一段是一模一样的 你给他写在这 就这一段是吧 那么你把它复制过来 基本上这一段都是一样的啊 你就拿过来看一下 到这边 什么代码什么都不用改吗 稍微改一下 肯定要改一下 对 我觉得也不能黑一点的后改 对 然后我们Ctrl C 是吧 对 然后过来 然后你看改的地方也很很简单啊 复制过来 这个你要创建器 红色部分要改了 改成什么 我要传递的是谁啊 是盗狗 是吧 你要传哪个对象 你就得改成什么 改成哪个对象 是吧 都改成你 你要的那个对象就可以了 是吧 哎 你要对象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印是吧 你看 呃 这是一个创建器 就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创建器呢 就是你还原读的时候写的传写的时候呢 用这个 然后你还要还原是吗 还原是不要读啊 读就用哪个 用这个创建器来创建这个对象是吧 是 你看 Creator from passport是吧 他把passport给你传过来了 传过来了 然后你怎么办呀 你传过来就好办呀 你就自己来我就不用他这个方法啊 我就另一个什么 这个道个 然后道个点 内末等于什么 印点 这个 雷达 这个 sitry 所以这里面按顺序 第一个先写的是 字幕串 所以第一个先读的呢就是 也是字幕串 是吧 然后 道个点 A 这等于什么呢 印点 这个 累的 硬 对吧 上面是一对应 哎 这下面跟一对应啊 很聪明 好 然后呢 印点这个累的死菌 好 这个对象是不是弄好了 就封装好了呗 相当于是 封装好了就给他返回出去是吧 哎 一返回 然后这个是用宿主用的 这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要发送一个这个pastle的一个宿主 是吧 你就另一个对象宿主给他嘛 哎 就ok了 所以这一段就相当于是这个 要写一下 表示创建器用于什么呢 就是 这叫 对象的 创建器 对象的创建器 用于 用于 你不是要叙利化吗 叙利化 就打包成包裹是吧 打包裹 比如说我们 我们游击东西 你拿一个东西进去 那你的包裹 我肯定他不认了 对 他要把你的东西再打包一下 再打包一下是吧 打包一下 然后再给你发 发快递发出去 对 发完以后 你要打包里面 你是怎么打包的 叫怎么拆是吧 在解包 这个方法就是解包成什么 成你要的那个对象 是吧 解包你的要的那个对象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A 你看这边 我们传递就可以这么传了 现在 看到 好 一二 你看一下 现在我要传递这个道 是不是就没问题 没有问题 哎 传递我没问题了 然后到这个第二个B里面 你看到我们取值的时候 我就可以 到个 点这个时候就要调入那创建器了 对 他里面默认调入创建器了 给他 帕斯波 什么 如果是宿主就用这个是吧 嗯 用宿主或者说 爱雷利斯的 都可以 possible date possible extra 然后里面是什么值 我们叫 道 是吗 你看 取了叫道 OK 那这边我就给他再加上 一个 道个点 tools 对吧 道个点tools OK 找你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 我们的 道个怎么样 道个 看出不出来啊 好 我们传递第二个 就可以传递一个道个 随时我想起来的那种 就网上很很很 很流传的那个那个就是 微笑的那个那个狗 是吧 OK 我点一下啊 传递对象 啊 一样 好 说了是吧 看下 道个什么 哦 这是因为这个空子针是我们刚才的那个 那个 应该是那个道个转换的问题是吧 对 你看我们的那个道个转换的问题 因为是 我们输出的是空子针 因为上一个猫没没没没传嘛 对猫没传 对吧 那我就把猫这个怎么样 先注视了是吧 哎把这个呢先注视掉 注视掉 然后注视掉的话呢 这个输出我们就怎么样 就不能在这输出了是吧 不能再输出了 OK 我们再复制一行啊 复制一行这边我们把它 这一串怎么样 这一串给它去掉 然后这行给它注视掉 OK 然后这一行呢 我们就把这个cat这个就就就不要了 啊 然后把这个这个呢 呢我们也不要了 就只我就直接打印这个狗 狗的信息 嗯 行吧 好 OK 好 然后这边我们是呃再复制一行 那相当于是我把这个呢也去掉了啊 这刚才不打印的是age吗 对吧 对 我们把这个给去掉 好 这两行我们就先注视了啊 嗯 这个呢我们也先怎么样 先注视了 OK 这传递多多像 这传递那个slializable 这是传递那个possible 是吧 对对 possible 走你 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doggy 哈哈哈 这是狗应该出来了吧 是吧 好 看一下啊 好 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传递对象2 过来 然后这边是旺旺一岁 然后什么 SA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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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了 这是传递这个possible 这种方式 对吧 好 那我总结一下我们传递对象这种方式 第一个呢 实际上 我们用的是这个传递BANDER的方式 对吧 一个一个传 是吧 BANDER的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这种简易的 这一种是用BANDER去封装是吧 然后 把数据封装在BANDER里面 把BANDER再传出去 是吧 第二种呢 我们用简写的方式 实际上也是用BANDER 只不过呢 用直接Intent的这个Pool的方法去传的 是吧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这个叫CAT里面的这个Styletal 就我们Java里面的这个IO序列化是吧 IO序列化的这种方式去传递的 去传递 那么这种方式呢 使用的是原生的这个IO 所以呢 它在性能方面呢 是比较低 性能比较低 所以在安卓里面 它就 安卓里面是带来一种叫Pastor这种 打包裹的方式来进行传递 这种方式呢 性能啊 要比这个Stylizable呢 性能要高 高很多 所以呢 也是我们这个官方推荐使用的这个传递对象的一种方式 虽然说它写的方式呢 比较代码能写的要多一点 多一些 对吧 多一点啊 但是呢 它性能好 所以我们也推荐 传递对象的时候呢 就用这种方式来传递 OK OK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对象的传递 数据传递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 对吧 对吧 好 好 感谢观看